有个男生攻略了我女友七年 女友一直都知道 并且对他厌恶之急 可男生攻略失败 即将被系统抹杀的时候 女友发了疯一样冲过去拯救他 将我丢在了订婚宴上 他说 那个男生爱了他七年 不该是那样的下场 他不知道的是 当他踏出订婚宴大门的那一刻 我的攻略也失败了 而惩罚是 忘记他 我穿着一身整洁的黑色西装 笑容僵硬地站在订婚宴舞台上 等待着我的未婚妻柳如烟 台下是两家的亲朋好友 欢声笑语早已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疑惑和窃窃私语 因为柳如烟还没上台 他明明就在后台 明明已经穿好了婚纱 可就是不上台 四姨催了三次 都被他打了回来 季先生 刘小姐一直在跟谁打视频 脸色很不好 我可不敢再去催了 四姨站在我旁边干笑 我牙关咬紧又封开 怒火酝酿着又压下 柳如烟大概是跟他通视频吧 他叫梅纪博 我跟柳如烟是青梅竹马 一起嬉笑打闹 一起读书上学 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大学 都在同一间学校 所有人都觉得 我们是上天注定的一顿 所有亲朋好友都认定 我们会走向婚姻殿堂 柳如烟也发货毒誓 非我不嫁 除了我 他对任何男生都不屑一顾 包括他的学弟梅纪博 梅纪博是七年前插足我们生活的 当时我跟柳如烟都大二了 梅纪博大一 他来自一个平穷的小山村 身板高瘦 低着朴素 却并无土气 因为他的眼睛很亮 像夜空中的星星一般亮 他便是用那双亮晶晶的眼眸 注视着柳如烟 仅仅因为他被超市老板 怀疑偷东西的时候 柳如烟仗义直言 帮他解围 少年便爱上了他的女英雄 可柳如烟不喜欢他 不喜欢他每日里送来的早餐 不喜欢他在羽毛球 在后地上的水 不喜欢他在雨中撑起的伞 更不喜欢他坦荡地说这些耻耻感恩 他别无他念 他别无他念了七年 连毕业了都在我们公司附近上班 只为了每天能撞见柳如烟 看他一眼 多执着的人啊 可柳如烟是我呢 起码在柳如烟上台前 他是我的 而为了父母的颜面 我强迫自己压下怒 等着柳如烟上台 柳如烟终于上台了 他的婚纱裙带有点乱 头发也不整齐 脸色愧疚而纠结 嘴唇紧紧抿着 台下的亲朋好友终于松了口气 纷纷鼓掌起哄 活跃气氛 思宜抓着话筒 准备开场 可柳如烟无视一切 他走到我面前 握住了我的手 声音压压的 老公 对不起 我必须离开一下 订婚宴推迟一个月好不好 为什么 我看着他 想着我的眼睛 不如梅继伯的亮吗 我怎么看不出 柳如烟到底爱不爱我了 柳如烟沉默了 目光闪烁间 胡伦道 日子不好 下个月再选日子吧 梅继伯出事了吗 我直击柳如烟的内心 柳如烟一将 脸色变换间扯出 一个极其勉强的笑 看来他以前说的都是真的 他绑定了细口 攻略不下你 要受到惩罚了 我平静点头 这件事并非秘密 梅继伯很早之前 就告诉过柳如烟 他必须攻略柳如烟 否则会死 他这一辈子 非柳如烟不爱 是啊 他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将在癌症的痛苦中离世 柳如烟叹了口气 嘴唇又抿了起来 他一向厌恶梅继伯 毕竟被纠缠了七年 早已耗尽了内心 他甚至在暴怒之下 失手打过梅继伯 梅继伯当时蜷缩在地上 哭着说对不起 但他就是爱柳如烟 他控制不了自己 神经病 这是柳如烟对梅继伯的一贯看法 而今 他的看法似乎改变了 令婚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为了双方的脸面 我们走完流程再说别的 我与其冷然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很合理的意见 来自一个男人的尊严 我实在不愿在这场万众 瞩目的婚礼上 丢尽自己的脸 所以我没有歇斯底里 我维护着自己谨慎的体面 柳如烟脸色又变换了起来 他垂下眼帘看手腕上的表 急切道 还是先去看看他吧 我去就行了 老公你歇着 他转身欲走 我感觉在胸膛中 病量许久的怒火 即将喷涌而出 我的拳头死死捏着 目光紧紧盯着柳如烟 我们多年的感情 双方亲戚的翘首一盼 都要回在今天吗 我和我的家人 又会沦为何等的笑柄 先订完婚吧 很快的 我又一次出手 嘶哑又压抑 柳如烟转过身来 深吸了一口气 老公我不想骗你 梅继伯说了 如果我跟你订婚 他的攻略就彻底宣道失败 他会立刻丧命 所以我们再等等好吗 柳如烟柔声细语 他再怎么惹人烦 也是爱了我七年的男人 不该是那样的下场 我气笑了 看来梅继伯的攻略还没有失败 他还在挽救 而柳如烟急切又不安 他的心已经不在我身上了 他真想立刻飞到梅继伯身边 一秒都不愿多留 哪怕是为了我们的订婚宴 为了我们两家的颜面 我自嘲地摇了摇头 没想到 最终攻略失败的是我的 他梅继伯有攻略系统 我继伯唱又何尝不是呢 柳如烟见我不再言语 愧疚地亲了我一下 老公 我爱的是你 但梅继伯太太 我实在不忍心看他死去 原谅我 我会回来的 他转身离去 所有人都懵了 台下的亲戚们大声呼喊柳如烟 但他冲耳不闻 直奔大门而去 我抬起头 注视着柳如烟渐行渐勇的背影 当他踏出大门那一刻 我顿觉天旋地转 脑海脚痛 地头栽倒在地 宿主攻略失败 即将抹除 关于柳如烟的一切记忆 我在医院醒来 入目是父母关切的眼神 病房里还有一些亲戚 以及对我很好的邻居 柳叔叔和马阿姨 欠我醒了 父母喜极而泣 终于放下心来 柳叔叔愧疚道 纪伯唱 你终于醒了 是我女儿发疯了 气死我了 我非打断她腿不可 对 纪伯唱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们一定会好好教育柳如烟的 她真是个不成器的东西 马阿姨眼眶红红的 一再向我保证 会教育好柳如烟 我有点发呆 脑子里一片茫然 柳如烟 是谁 柳叔叔和马阿姨不是 只有一个女儿叫柳如雪 怎么还有个柳如烟 见我发呆 我爸妈又紧张了 一会儿摸我额头 一会儿摸我手 我妈落下泪来 委屈又愤怒 柳如烟把我儿子 祸害成什么样子 这么多年恩爱爱的 病婚宴上竟然跑了 我儿子脸面往哪儿搁 亲家莫怪 我已经让柳如雪去找她了 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情况 我家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 柳叔叔深感抱歉 我皱皱眉 十一道 等一下 柳如烟是谁 病房里的亲戚们都傻了眼 我妈大惊失色 又一次摸我脑袋 嘴里换着医生 医生来了 我又被做了一次详细的检查 结果并无一样 身体倍儿棒 随时可以出院 只是我不记得 自己是怎么住院的 似乎忘了不少东西 最后 医生建议我留院观察三天 如果还是没有什么异样再出院 我留院观察三天 父母和柳叔叔夫妇都不肯离开 他们吃住都在医院 轮流睡觉 轮流照神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自己爹妈还好说 可柳叔叔和马阿姨对我太好了 我不适应 我便让他们回家 我没事 柳叔叔跟马阿姨对事 脸色都有些奇怪 纪博昌啊 你真忘了如烟 你可是我们的女婿啊 我们照神你是应该的 马阿姨不喜欢我的身份 我哭笑不得 柳如烟到底是谁啊 我不会是她老公吧 是啊 你俩马上就订婚了 只是出了点意外 柳叔叔找到机会 跟我说起了我跟柳如烟的事 说完了订婚宴 还不忘说小时候的事 什么我跟柳如烟一起遛狗猫 一起爬山上树 你俩七岁那年 我们两家一起去海边 结果如烟一步留神被海水卷走了 你想都没想就跳下去抱她 要不是有救生员在 你俩就一起 柳叔叔一边说 一边观察我脸色 盼着我想起来 我干巴巴的笑了笑 我不记得有这事 一点都不记得 柳叔叔着急了 马阿姨叹气 是不是气过头了 暂时忘了 纪博唱你好好养病 别太气 我不气啊 我又不认识柳如烟 我气什么气 住院第二天 风和日丽 我心情很好 一边刷手机一边吃糕的 柳叔叔在门外打着电话 声音很大 你个臭丫头 纪博唱都住院了 你不来看一眼 我打不死你 你走不开 你就是死了 也要给我爬过来 喂 喂 显然 对方挂了电话 柳叔叔再次拨打 结果对方关机了 床边 我妈摇摇头 从昨天开始 你柳叔叔跟马阿姨 就在打电话 打了几十个 柳如烟今天才接了一个 我妈很生气 对柳如烟失望透顶 我无所谓的撇撇嘴 刷我的手机 吃我的糕点 下午柳如雪来了 她是柳叔叔的女儿 也是我从小的玩伴 我俩很亲密 她一来就赶紧看我的情况 见我面色红润 表情自然就松了口气 姐夫你放宽心 我已经帮你骂了我姐了 她真是个傻叉 我特么被她气死了 柳如雪抱粗口 她一向大大咧咧 但在长辈面前 不会这么粗糙 可见被气得不轻 柳叔叔忙询问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柳如雪喝了口水才说 又是那个梅记博搞事 梅记博不一直喜欢姐姐吗 曾经还站在我们家门口 一天一夜 淋了雨也不走 她换来了 活不久了 想让我姐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我姐就答应了 这会儿已经带着她 搬去了海景别墅 要让梅记博每天 念朝大海春暖发开呢 柳如雪越说越气 拍了一下桌台 我追去海景别墅 正看见我姐给梅记博喂饭 梅记博别提多幸福了 气啥我也 柳如雪显然已经了解了一切 她去找柳如烟当面对质过 我爸妈气得脸色挺轻 差点就破口大骂了 柳叔叔和马阿姨也气得不轻 马阿姨都差点气怨了 柳叔叔咬牙切齿 恶狠开口 柳如烟 你真是个天杀的 她骂完了赶紧跟我爸妈道歉 又安抚我 纪博唱 我亲自去逮柳如烟 我把她抓回来 给你跪下认错 马阿姨也认同 让柳叔叔赶紧去抓人 我眨巴眨巴也 继续吃糕点 突出一个茫然 柳如雪有点懵 小心翼翼问我 姐夫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我能有什么事 是手机不好刷 还是糕点不好吃啊 没事 很好啊 挺有意思的 哈哈哈哈 我真觉得柳如烟的事 挺有意思的 大家都觉得我不正常 柳叔叔二话不说 气势汹汹去逮人了 第三天 她把柳如烟打回来了 我爸妈 马阿姨 柳如雪全都在 柳如烟进了病房低夜看我 脸色愧疚又单一 老公 你身体没事吧 我其实早就想来看你了 但没记博才出院 身体状况很差 我得先安置她 柳如烟坐过来道歉 我盯着她看 有一说一 这女人真漂亮 一米六五的个子 苗条修长的身段 配上高鼻梁大眼睛 想丑都难 柳叔叔马阿姨 你们什么时候多了个女人 还别说 挺美的 我夸奖一声 柳如烟愣了愣 眉头一皱 伸手拉我的手 老公 我是如烟啊 我们是青梅竹马 你别说气话 她话还没说完 我就本能地抽回了手 皱眉不悦 你谁啊 怎么能随便摸我的手 我可是正经人 柳如烟又愣住了 随即低头苦笑 我爸说你失忆了 其实我知道你是装的 你恨我了 对不起老公 是我的错 你听我说 她又一次拉我的手 我眉头皱得更深了 一把甩开她的手 你干嘛 别碰我 柳如烟没想到 我反应这么激烈 把她的手都甩开了 她苦涩又难堪 腿手抱头 声音发芽 我不碰你了 我知道我深深地伤害了你 但是没记脖就要死了 你也知道的 她会死的 她是个苦命人 家庭苦 生活苦 从来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柳如烟抬起头 她的七年青春 都浪费在我身上 现在更是要死了 我无法无动于衷 无法眼睁睁看着她痛苦 给我闭嘴 这是订婚宴的问题吗 什么梅姬伯不梅姬伯 她重要还是计伯上重要 爸 不能这么比较 梅姬伯得了癌症 她为了我付出太多了 柳如烟反驳 我内心烦躁 我才不在乎什么订婚宴 也不在乎谁重要 我只是被这个陌生女人 摸了两次手有点不舒服 你不要吵闹了 我不想见到你 麻烦你离开吧 我呼了口气 感人 我爸妈也要柳如烟赶紧滚 柳如烟抿着嘴 缓缓站了起来 老公 我还是希望你能通情达理一点 梅姬伯真的太苦了 我没有多幸福 他就有多苦 你装失忆可以 恨我也可以 我都认了 但请你大度一点 给梅姬伯一点宽容和谅解 我听得一脑门无语 什么跟什么呀 你在嚷嚷什么呀 抱歉 我真的不认识你 至于梅姬伯 好像是我大学时候的 一个学弟吧 他是挺苦的 你多照审他吧 好好爱他 祝幸福 我衷心祝福他们白头邪老 早生贵子 柳如烟再次叹气 等你不赌气了 我再来找你 他转身离去 并不搭理柳如雪的呵斥 和柳叔叔马阿姨的阻碍 这一晚突然下起了暴雨 惊雷震震 我在半夜惊醒 吓了一跳 说来也是丢脸 我一大老爷们竟然怕打雷 因为我七岁的时候总丢过一次 在暴雨雷鸣中吓得哇哇大火 自此有了心理阴影 遇到雷雨天就跟踩到蛇一样 爸妈和柳叔马姨都不在 他们应该在陪库房休息 我没叫醒他们 一个人在被窝里看手机 反正这雷声也搞得我睡不着了 但我妈来了 她进来见我醒着不由打去 这雷打的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了 我笑笑 我妈摸摸额头 又叹气 记得以前打雷的时候 柳如烟半夜都会打着伞跑来找你 知道你睡不着 她要陪着你 是吗 是啊 她可担心你了 我记得你被找回后 又打了一次雷 你吓得哇哇大毒 柳如烟光着脚 就跑来我们门口喊你 让你别怕别怕 她的雨高烧了好几天啊 那会儿她发育快 比你还高 真相的大姐姐 哈哈是吗 我有点无感 笑着说那不是傻子是什么 我妈斟酌着问我 你真不记得柳如烟啊 原来她也怀疑我是装的 毕竟我做检查一切正常 妈我不认识柳如烟 更不喜欢柳如烟 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也极其不好 以后别提她了 我皱紧眉头 我妈若有所思 点了点头 出院后 我们坐着柳叔叔的车子 去了她家别墅 保姆早已准备好了午饭 不少柳家的亲戚都来了 庆祝我出院呢 纪博唱 今天是你出院的日子 我们一时道喜 二时道歉 还望你别怪我们 是我们叫子无方 柳叔叔愧疚无比 我忙摆手 这几天柳叔叔 一直在医院照顾我 她可辛苦了 一顿饭吃得欢天喜地 柳家的亲戚挨个说好话 希望我原谅柳如烟 他们怕我毁婚 因为两家的生意合作非常密切 我们自家的别墅又在隔壁 抬头不见低头见 闹翻了就不好看了 可我真的不认识 什么柳如烟啊 各位叔叔阿姨 大家跟我父母 都是多年的老朋友 无论我跟柳如烟发生什么 都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关系 请放心吧 我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大伙安心了不少 把阿姨试试开口 纪博唱 等如烟回来了 我们会为你补一个 盛大的订婚仪式 绝对不让你受半点委屈 这话一落 管家跑来汇报 说柳小姐回来了 众人齐刷刷看向门口 柳叔叔有了喜色 起身过去 我骂了这丫头 他看来知错了 回来认错来了 结果他马上变了脸 因为回来的不止是柳如烟 还有梅继博 梅继博瘦瘦高高的 穿着白色的外套 戴着一顶厚厚的帽子 一边咳嗽 一边拉着柳如烟的手 紧张地站在门口 所有人都呆住了 柳叔叔气得大骂 柳如烟 你疯了不成 你要不要脸 放开他的手 梅继博被吓了一条 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畏缩 柳如烟解释 爸 也吓到梅继博了 他快爱好胆小了 昨晚就被雷声吓到 海边风浪又大 所以我带他回家里 你们平时都不在家 我也不知道 你们今天在家吃饭呢 闭嘴 你简直疯了 马上给我滚 带着这个梅继博滚 柳叔叔气急半坏 梅继博更畏缩了 低着头一言不发 我很好奇 这狗血故事的男主角 到底长什么样的 我已经很多年 没见过大学学弟梅继博了 所以我真好奇 于是我走了过去 示意柳叔叔冷静点 柳如烟迎上了我的目光 微微闪躲 尴尬又愧疚 我并不在意他 我观察梅继博 他甘笑着抬头 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 和依旧发亮的眼睛 他的眼睛特别亮 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 哪怕他面无血色 可配上这双桃花眼 依旧可以说是个精致的小帅哥 他读大学的时候很普通 依着野老旧 浑身上下透露着不自信 如今依旧不自信 只是更加凄惨了 毕竟得了癌症 梅继博 好多年不见了 我笑了笑 梅继博呆愣当场 不解的注视着我 柳如烟开口 老公 不是我的错 你别怪梅继博 我马上带他走 他拉着梅继博要走 他都这个样子了 一阵风就能吹走 你带他到处跑干什么 就住在这里了 这里环境好空气好 随时可以叫私人医生 适合养病 我提出了意见 梅继博又愣住了 柳如烟没有发了 但他有点发怒 似乎是因为我的过分大度 我逼不吃醋 让他无法接受 他可能觉得我在故意说反话 老公 你到底要怎样 我说了一个月后 在跟你订婚 你就非要跟我闹吗 你拿梅继博 来阴阳怪气做什么 他已经活不了多少天了 你让他开心点行不行 柳如烟越说越生气 我感觉莫名其妙 你生什么气 我这不是关心学弟的身体健康吗 人家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 到处跑怎么经得起 首先 我没有阴阳怪气 其次 一个月后我也不会跟你订婚的 因为我并不喜欢你 最后 我是真的真的不认识你 请你说话注意分寸 我严厉警报柳如烟 身后所有人都没出声 梅继博也不出声 柳如烟气急带坏 拉起梅继博的手 往别墅里走 好 继博唱真有你了 你继续装 我接受你的意见 是该让梅继博住在这里养病 这里太适合养病了 他发得很 性格充得很 柳叔叔大骂 柳如烟 你给我站住 谁允许你带外人回家的 继博唱允许的 柳如烟很生气 没继博便也就入肿 一众亲戚都气得冒烟 为我打抱不平 我可不在乎 我想回自己家了 好在我们都在一个小区 我家别墅就在隔壁 回了家 我爸妈开始咒骂柳如烟 也心疼我受了委屈 我一个大男人 被未婚妻毁婚了 未婚妻还带狗男人回家住 太委屈了 可我不觉得有啥好委屈的 这不挺好吗 他柳如烟是谁啊 我犯得着委屈 夜里又开始打雷了 夏季的暴雨来得突然 雷声也特别响 我又睡不着了 突然想起我妈说过 柳如烟会在雷雨天跑来找我 让我别怕 不过这会儿 他指定是不会来了 毕竟他的小娇夫 没继博犯来后感想了 也怕打雷 正想着 闻铃声响起 在暴雨中十分不起眼 但我手机收到了提示 这雷雨天 竟然有人来造访了 我妈去开了门 迎了那人进来 我竖起耳朵一听 听见柳如烟急切又高昂的声音 纪博犯怕打雷 这些年一打雷 他就要找我陪着睡 我不来他睡不着 纪博犯已经睡了 你回去吧 我妈对柳如烟有很深的怨气 阿姨 多是我不好 我白天还对纪博犯发脾气 可我真的很爱她 只是 哎 我上去见见她好吗 不好 我妈一口回绝 柳如烟哑巴了片刻 叹了口气 那请阿姨转告纪博犯 我知道她没有忘记我 我会等她原谅我 等一辈子也等 哎呀 恶心 我起了鸡皮疙瘩 都不怕打雷了 我开了灯摸索起来喝水 眼睛瞥了一眼柳家别墅 正好能看见她家三楼的房间 那房间也亮着灯 一道高手身影站在窗边 正死记地注视着我这边 我冷不丁下一条 定睛一看 那不是梅纪博吗 她登个鬼师的处着 估计是在等柳如烟回去吧 我赶紧把窗帘拉了回来 不然要做噩梦了 一夜暴雨洗刷 泥土散发着清香 柳如雪跑来找我 我正吃早餐 她不客气地抢了鲜奶喝 姐夫 我真是太个硬了 现在要跟梅纪博住一块了 我爸妈又回公司去了 我浑身难受 她家里 就她跟柳如烟以及梅纪博了 我爸妈气坏了 停掉了我姐的卡 不过我姐自己存了不少钱 脾气又臭 说要是我们赶走梅纪博 她就自杀 柳如雪吐槽不断 我听得想笑 多深情的智障啊 姐夫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不想住家里了 得出去玩玩 我们去参加母校的校庆 怎么样 就明天 柳如雪突然提议 我一正 母校的校庆吗 对了 我的大学马上要举办校庆了 我们这些老校友 可以回去庆祝的 柳如雪其实是我学妹 只是低了好几件 怎么突然想去校庆了 我问柳如雪 柳如雪总监 今早学校给我姐打电话 邀请我姐去参加校庆 她还能上台演讲呢 不愧是当年的清华双子星之一 凭啥不邀请我呀 我也很有出息啊 一个月工资三千呢 柳如雪愤愤不比 混乱了 当年清华有双子星吗 不是只有一颗星吗 那一颗星好像叫沈幼楚 沈幼楚是清华有史以来 最耀眼的星星 在我的大学生涯里 随处可见沈幼楚的神迹 比如雪修 九门课程 其三门拿了第一 比如在全国大学生物理竞赛中 拿到了一等奖 比如在世界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 拿到了清华第一个特等奖 比如 她太牛了 以至于我对她印象很深刻 后来听说她出国了 被国外多家顶尖大学争抢 现在估计已经定居国外了 姐夫你想啥呢 去不去孝庆啊 见见老朋友挺好的 柳如雪兴致勃勃 我其实不太想去 毕竟柳如烟受邀去了 我可不想见到她了 但仔细一琢磨 我干嘛要避开她 她又不是我什么人 纯路人罢了 去 我俩心冲冲去了 孝庆开始那天 我们已经在学校里吃了一圈了 吃饱喝足 我们小跑去了清华大礼堂 大礼堂就是举办孝庆的地方 里面宽敞银亮 有座位有舞台 听说演讲完毕 还会就地举办舞会 嗨得很 我们在大礼堂前 看到了两张海报 一张是柳如烟 一张是沈幼楚 柳如烟没啥好说的 她确实了不起 履历很惊人 加上背景强大 年年给母校捐款 邀请她演讲是应该的 至于沈幼楚 她比较神秘 多年来没有消息 我从海报上才得知 她在斯坦大学当教授 而且是斯坦大学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教授 还是女教授 真牛啊 斯坦大学可是顶级名校 沈幼楚不愧是双子星之一 她毕业后 咱们学校再也没有人想此殊荣了 柳如雪膜拜不如 抛出手机咔咔拍照 还这么美 看看这小礼服 看看这金玉系的小嘴唇 我一脸嫌弃 柳如雪也太花痴了 对同性都放花痴 我不多看 拉着她进礼堂去了 到处都是校友 其中不乏认识了 大家客套几句 校庆也就开始了 校长和领导们上台发话 随后又请柳如烟发表演讲 她今天美得很 仿佛个下凡的天仙一样 一上台就引起了欢呼 可见人气之盛 我姐还是挺牛的 就是糊涂了 柳如雪嘖嘖两声 我没有答话 柳如烟演讲完毕 沈幼楚也上台了 她的人气比柳如烟低很多 并非她比柳如烟差 而是她一向清冷 在学校独来独往 虽然受人膜拜 但几乎没有交际权 所以大家对她的感觉 是渴望不可及 我打量着她 她的美跟柳如烟不一样 柳如烟是下凡的天仙 沈幼楚则是 隐在雾中的神鹿 临身见鹿 说的就是她了 沈幼楚演讲完毕 校庆也抵达了高潮 大礼堂成了晚会场所 或朝气或成熟的 校友们谈笑风声 推背换着 柳如雪喜欢吃东西 到处跑 跑着跑着就不见了 我四处找她 却见柳如烟走不来 她万众瞩目 走到哪里就有目光 追随到哪里 仿佛自带光环一样 不得不承认 她很优秀 但我并不想见她 因为对她的第一印象 已经决定了我难以喜欢她 纪博唱 你也来了 柳如烟喊我 表情复杂 我无视 柳如烟便自己找话题 你刻意来看我吗 今年我难得上台演讲 表现得怎么样 我皱了眉 你太自恋了吧 吓头女 真吓头 柳如烟 我只是来玩的 而且我真的不认识 你能注意一下言辞吗 我毫不留情地呵斥她 附近的校友们都安静了 一头雾水 柳如烟失去了笑容 她抿了抿嘴角 突然一把拉起我就走了 你干什么 我不越呵斥 纪博唱 你我之间 难道就没有一丁点爱了吗 我是对不起你 但你有必要 一次又一次地让我难堪吗 柳如烟咬着牙 无分又难过 是的 没有一丁点爱 因为我压根不认识你 你要我说多少次 我真的不认识你 我火气也上来了 你压谁呀 柳如烟眼眶瞬间红了 酿酿着泪水 楚楚可怜 好 你继续装 她强忍泪水 柳如烟故意看我 气我呢 我一阵无语 你是小孩吗 纪博唱 好多年不见了 跳个舞吗 一道柔和的声音响起 我转身一看 赫然看见 沈又楚朝我笑 沈又楚那脸而轻饿 柔和的声音 跟她的脸蛋不太融洽 有够反差的 我指了指自己 你说我 对 纪博唱 沈又楚依旧笑着 我有点无疑 你认识我 我在清华可是小透明一个 小透明不至于 你作为语言文学系的学霸 可是在辩论赛中 把我杀得丢亏气甲 沈又楚轻笑 我回忆了一下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当初无聊 报名了辩论赛 想着跟大佬们同台晋级 党长见识的 结果我超常发挥 拿了个第一名 对手之一就是沈又楚 只是我当时 并没有留意这尊大神 准确来说 我没有留意任何一个女生 我记得当时的遍体是 爱情和生命哪个更重要 我们这边选了爱情更重要 你们那边选了生命更重要 沈又楚一脸怀念 这题我们输定了 爱情哪有生命重要呢 确实 我赢得侥幸 我谦虚到 沈又楚笑出声 你是靠实力赢的 那时候的你一往无前 青春飞扬 真像悬崖上的树木 浑身都是澎湃的生命力 这是什么比例 不过总归是夸奖的话 我很受用 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跳个舞吧 不然多无聊 我大大方方地拉着沈又楚的手 走进了舞池 他意外地很懂跳舞 不像个高冷的学生 倒像一朵美艳的白玫瑰 我打去 你经常跳舞吗 嗯 国外有很多舞 跳着跳着就会了 沈又楚微微抬头凝视着我 我感觉他的目光很炙热 跟他的形象合格不入 但他的目光又不惹人排斥 里面饱含着欣赏和赞美 我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 找个话题询问 你似乎很多年不回国 这次怎么回来了 我要拿绿卡了 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回来 他如此回答 我点了点头 看他轻柔舞动 舞池中的音乐婉月动听 一对对笑有欢声笑的 我很享受这种时刻 这是青春的味道 可沈又楚突然被人撞了一下 他差点摔倒 我皱眉一看 发现柳如烟和他的舞伴就在旁边 柳如烟脸色铁青 整个人杀气腾腾 显然 他撞了沈又楚 沈又楚稳住身子 也瞧见了柳如烟 他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示意我们离开 站住 柳如烟忍不住出声喝止 他省不得自己的舞伴 大步过来拉住我另一只手 沈又楚脸色不悦 柳如烟 你想做什么 沈又楚 你不知道纪博唱是我未婚夫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更不愿 继围的人纷纷看来 差一万分 我一阵郁闷 柳如烟 你有病吧 我一把甩开柳如烟的手 只想赶紧离开这里 沈又楚也不愿丢这个脸 跟我一起走 沈又楚 我问你话呢 柳如烟越发愤怒 我不想撕破脸皮 但你也别给脸不要脸 柳如烟显然失态了 以他的身份和素质 平时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沈又楚停下了 他目光坚定 柔和的声音急剧压迫了 柳如烟 你想被丢出去吗 这句话无疑是最大的挑衅 柳如烟当场暴露 一拳头砸向沈又楚 他显然学过拳击 这一拳打得很准 在众人的惊叫声中 沈又楚被打了一鼻子血 但他也不是瘦弱之人 当即反击 他会抬拳道 打起来也是有板油眼 我看呆了 这美女户是什么丑什么愿 柳如烟失心疯还能理解 但你沈又楚什么身份 怎么火气比柳如烟还要大 我赶紧拉开两人 校友们也上前帮忙 两人都流了血 沈又楚鼻子受伤 柳如烟嘴白一血 纪博唱 跟我走 柳如烟推开众人 试图拉我 沈又楚一言不发 只是看着我 我感觉他希望我跟他走 没有一丝迟疑 我扶着沈又楚就走 赶紧去医院 纪博唱 柳如烟呆呆住了 难以置信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脸上充斥着惊恶 可无法形容的害怕 他似乎终于害怕失去我 我把沈又楚送到了校医处 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 沈又楚就没事了 你傻了吗 斯坦大学的女教授 在晚会上打架斗位 你不嫌丢脸 我还是无法理解沈又楚的思维 沈又楚笑了 笑得很傻 请问变手记博唱 你觉得生命重要还是爱情重要 他问我一个问题 像是许多年前 他轻冷利于变态上 一丝不苟地向我提问 我愣了愣 然后一巴掌拍他脑头上 你傻了 我觉得爱情重要 毕竟没了爱情 生命只是一句屈翘 屈翘活着跟死了没有区别 沈又楚一本正经 我极度无语 来个小熊探手 好好好 爱情重要 这次你赢了 他又笑 我感觉他今晚特别开心 笑得特别灿烂 但天色暗了 我得去找柳如雪那个吃货 我说就此一遍 柳元再见吧 毕竟他要回国外呢 再见真的需要缘分 沈又楚欲言又止 似有一股激动在胸中酝酿 想吐出来又压下了 没事我走 我挥了挥手 沈又楚张张嘴 见我走到门口了 终于开口 纪博唱 你还会娶柳如烟吗 我脚步一顿 敏锐地察觉到 他知晓我跟柳如烟的那些事 虽然我对那些事毫无记忆 你是故意接近我的 谁让你挨的 我转身看他 梅纪博告诉我 你跟柳如烟分开了 所以我回来了 沈又楚也不隐瞒 我打柳如烟 是想为你出气 梅纪博 为我出气 我当即明白了一切 沈又楚被梅纪博利用了 梅纪博太有心机了 只要沈又楚抢走 柳如烟就无可奈何了 他只有梅纪博可以选择 梅纪博的攻略就能成功了 你被利用了 我摇了摇头 沈又楚倾笑 重点不是这个 你难道没有发现 我在跟你表白吗 发现了 看来我这个变手 当初不仅把你打败了 还击中了你的心 我笑了一声 男人的小嘚瑟上来了 沈又楚坐在病床上 抬着脑袋仰视着我 你还是没变 你就是悬崖上的树木 骄傲地摇摆着 在阳光和春风中 肆意生长 多谢夸奖 那我能当你旁边的小草吗 沈又楚问我 石头太硬 小草不容易找 你考虑好再说 我摆了一下手 先走了 我在校道上逮住了柳如雪 她也在找我 挺极的 姐夫 我姐跟沈又楚打架了 我你马虎了 真不嫌丢人了 柳如雪无力吐槽 打就打呗 我带柳如雪回家去 我们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双方父母都不在家 柳如雪打算住我家 她可不想回去 跟梅纪博住一起 我爸妈已经下了最后通敌了 如果明天我姐 还不把梅纪博送走 他们就要动用暴力改革了 爽 柳如雪跟着我进屋 嘴里还在叽叽喳喳 柳叔叔和马阿姨是文明人呢 还给柳如嫣最后通敌 我觉得你姐被宠坏了 你爸妈太迁就她了 我也吐槽了一句 确实宠坏了 但姐夫你也责任重大呀 要不是你允许 梅纪博住进我家 我爸妈是不可能 这么干号着的 柳如雪给我一个白眼 好像也是 是我让梅纪博 住进柳如嫣家里的 那没事了 回了家 我们煎了个牛排吃 吃完了门铃响了 柳如雪跑去开门 一开门就叫了一声 梅纪博 你来干什么 我挑眉 过去一看 果然是梅纪博 她裹着白色外套 戴着一顶厚厚的帽子 苍白的脸毫无血色 我找纪博唱 梅纪博开口 不见 滚滚滚 柳如雪帮我赶人 刚才如嫣给我打电话 让我准备一下 她要嫁给我了 梅纪博继续道 柳如雪大惊失色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柳如嫣要嫁给我了 梅纪博很平静 柳如雪气急败还 伸手就要抽过去 我开口 柳如雪 你上楼去 我跟梅纪博聊聊 姐夫 这家伙不是个好人 柳如雪不肯上楼 我瞪了她一眼 她不情不愿地上楼去了 B楼只剩下我跟梅纪博了 梅纪博自然熟地走进来 反省一圈大厅 盯上了红酒柜里的红酒 那一瓶瓶昂贵的红酒 在灯光下净显优雅 我想喝一杯 梅纪博指了指红酒价 我取了一瓶红酒 是一枚纪博坐下 她坐在餐桌旁 用神采奕奕的眸子注视着她 她的眼眸一直这么凉 我开了瓶红酒 给她倒了一杯 她用双手接过 正正地注视着 里面微微晃动了液体 我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轻敏着问她 有何贵干 她没有回答 先是轻轻敏了一口酒 然后露出迷醉的表情 用很轻很轻的语气叹息 真好喝 这瓶是最差的 我如实说 她不介意 真卓着用词 纪博唱 你知道吗 我的梦想就是能像你一样 优雅地喝红酒 这也算梦想吗 当然算 我七岁那年 村里放电影 我脏兮兮地坐在分水桶上 看着模糊的屏幕中 一个城里的白领 敲着二郎腿喝红酒 很高贵很帅气 那画面我记了一辈子 梅继博脸上有效 气色也好了一些 我敲起了二郎腿 然后呢 然后我拼命努力 每天干完活就学习 无时无刻不再学习 我把笔血断了一杆又一杆 我把手指磨破了一根又一根 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父母借钱供我来北京念书 他们的几粮被倒米压弯了 他们的眼睛被汗水浸透 我终于有钱念书了 梅继博眼睛渐渐发红 他又抿了一口红酒 然后一边晃动里面的液体 一边凝视着 我上了清华大学呀 我要出人头顶 我可以当科学家 可以当商人 可以当官 最起码 我都能当一个都市白领 我终于可以 削起二郎腿喝红酒了 帅气 优雅 高贵 我还要让父母都喝上红酒 他们也能喝上 我静静听着 梅继博面临着 很多穷困山村里的孩子 要面临的困境 哪怕考上了大学 他们依旧困难重重 一杯红酒 或许就是一辈子的梦想 所以你想娶了柳如烟这个父母 当个软饭男 过上天天喝红酒的生活 不 不是的 继博唱 你不懂我 梅继博凄凉一笑 我有大好前程 我有改变家族 世代贫穷的机会和能力 我甚至看见了那杯红酒 我伸出手就能捧起它了 可是 我被系统绑定了呀 我要攻略柳如烟啊 哈哈 多么可笑啊 我用了七年的时间和青春 去攻略一个女人 当她卑微的舔狗 梅继博笑了起来 越笑越大声 她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像是山间突然汹涌的珊瑚 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我被逼着 耗尽我的一切 去当一个女人的舔狗 我无法好好念书了 无法进步 无法完成课业 我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女人 如果我反抗 我会死 梅继博将红酒杯 重重地放在台上 见出的红酒 沾染了她的手背 她一把甩开 直直地盯着我 我自己都吃不饱 却要给柳如烟买早餐 我根本不喜欢羽毛球 却要一次次为她喝彩 我身子骨弱 淋雨就发烧 却要为她撑伞 当我不愿意的时候 我就会受到系统的死亡威胁 我的脖子上仿佛有一条钢丝 死死地勒着我 容不得我喘一口气 梅继博说了很多话 她的眼泪流满了脸颊 又快速逝去 我正正地看着她 所以你压根不喜欢柳如烟 我这样的男人 从未奢求过爱情 在我眼中 只有那杯红酒是我所奢求的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愿意为了一个女人 浪费七年青春 所谓的爱情 甚至不值得我花七天去索取 梅继博斩冰截体 我无言以对 梅继博吸了吸鼻子 如是重负般地吐出一口濁气 我骗神又处回来了 我知道她一直暗恋你 从你们的辩论赛开始 那一场生命和爱情 谁更重要的辩论赛 我全程为官了 她果然没有辜负我的厚望 把柳如烟气炸了 柳如烟因为她的原因 决定报复你 她要跟我结婚 好让你后悔 梅继博嘴角扯出一个讥笑 我知道她的心思 她希望刺激你 让你阻止她嫁给我 所以我来找你 恳求你帮我最后一次 别阻止了 让我结束这个攻略吧 我已然明白了 柳如烟要用激将法刺激我 她所谓的嫁给梅继博 是气急之下做出的决定 只要我回心转意 她就不会嫁给梅继博 那么梅继博的攻略 也就无法完成了 柳如烟嫁给你 一切就结束了 你的癌症也会好吗 我问 是的 都会结束的 梅继博疲惫之极 七年了 我已经快三十岁了 我好累啊 我什么时候 才能喝上红酒呢 她说吧 从兜里取出了一张银行卡 我疑惑看她 她将卡推到我面前 不舍道 这是我省吃俭用 存下来的八万九千元 我的所有精力 都浪费在了柳如烟身上 所以只能存这么点了 我把她作为报酬给你了 立马137654 我并不肯要梅继博的报酬 但她也没有拿回去 她只是喝光了那杯红酒 拖着病奄奄的身子走了 柳如雪跑下来询问 那件男人走了 是的 毫无疑问 柳如烟已经被沈幼楚气疯了 她要嫁给梅继博好鸡酱舞 一日 她就召集了 我们两家的亲朋好友聚餐 地点在我家 我爸妈还以为 柳如烟终于想通了 来认错的 柳叔叔和马阿姨也开心了 喝着茶笑道 你们两个和好就再好不过了 至于梅继博 我们对她人之一尽了 没有赶出大街算好的吧 对 如烟和继博唱把婚定了 那个梅继博的病 我们出钱看 亲戚们都很善良 柳如烟却一言不发 她就盯着我看 我不理她 她冷哼一声开口 继博唱 跟沈幼楚跳舞跳的开心吗 全场死记 亲戚们都愣住了 如烟 你说什么 柳叔叔喝了一声 我说什么 她继博唱真有魅力啊 把清华最牛的女人勾搭到手了 柳如烟言语中满是嘲讽 自己的未婚妻受伤了不管不是 坏人受伤了赶紧送医 怕不是都心疼哭了 你在狗叫什么 我说了不认识你 我对你好无感觉 为什么不能心疼别的女人 我反唇相机 柳如烟勃然大怒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眼眶通红的 事到如今你还装试一试吧 我没装 我就是不认识你 还有 我一直记得沈幼楚 也一直欣赏她 她跟我表白了 我接受了 我撂下了重磅炸弹 全场震惊 每个亲戚都省了眼 柳如烟怒急反笑 指着我发疼 果然啊 好 很好 正巧我也打算家里没记过 咱俩就这样吧 各自安好 我冷笑说 我准备后天跟沈幼楚订婚 你记得来送你 我好心提醒她 她浑身一将 牙冠捏得死死的 双眼含泪离去 柳如烟就这么走了 亲戚们全都迷茫而惊乐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多解释 独自去了清华大学 在操场上 我看见正漫无目的散步的沈幼楚 她向来如此 闲暇时就喜欢在操场散步 导致当年很多男生 蹲点去制造鱼 我大步走去 走到沈幼楚身后时 她都没发现我 我正要拍她一下 她却接到了视频 视频接通 对面显然是她父母 幼楚 你什么时候回美国 要回来拿绿卡了 沈幼有些着急 沈母也催促 赶紧回来吧 妈妈给你看中了一个男孩 混血的 老帅了 沈幼楚笑了笑 不急 难得回母笑 再看看 什么不急不急的 我说你也老大不小了 快回美国 妈妈给你介绍对象 沈母继续催 沈幼泽沈瘾起来 我说女儿啊 你也快笨三了吧 这么多年恋爱都没谈过 你不会是 我警告你啊 咱们虽然在美国 但不能搞这边那一套啊 我差点笑死了 原来沈幼楚也会被催婚的 爸妈 别乱想 我会尽快回去了 沈幼楚无奈的 视频挂了后 她又漫无目的地走着了 我往她旁边一蹲 鬼啊 沈幼楚下意击灵 看清是我不由笑了一声 好你个纪博唱 请问人可怕还是鬼可怕 打住打住 我不变了 我真是服了她了 沈幼楚含笑点头 我不动墨镜 掏出手机来拍个合影 沈幼楚有点诧异 一时间还紧张了 脸颊崩得紧紧的 你紧张的啥 就拍个合照啊 我又无语了 不知道 我从未想过 你会主动跟我合影 沈幼楚持续紧张 不过她没得很 紧张的时候也好看 我就随便拍了一张合照 往朋友圈一发 文案在一起了 沈幼楚惊呆了 看着我的朋友圈难以置信 纪博唱 你来真的 她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火点头 这么多年了 也就你能让我有感觉了 柳如烟呢 她是谁 我真不知道她是谁 沈幼楚又盯了我好一会儿 然后迫不及待 给她父母打了电话 爸妈 绿卡我不要了 我还是喜欢国内 我要回国生活了 你们不也经常念叨 卓小回国吗 等我稳定了 我去接你们回来 好家伙 恋爱脑上头了 这就是清华双子星之一 渴望不可及的学霸大神了 和和和 可爱 我心满意足回家了 却见柳如烟站在我家门前 阴郁的仿佛夜里的猫头鹰 她浑身冒着怒气 垂着头 身体在轻微地发抖 我走了过去 她抬头看我 嘴唇颤着 你真跟沈幼楚在一起吗 是 我大放承认 纪博唱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就因为我想救没纪博的命 你就这么恨我了 不好意思 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爱你 我把话说明白了 柳如烟闭上了眼 声音从猴头里挤出来 一边流泪一边道 好好好 你别后悔 你别后悔 她彻底死心 毫不停留地走了 随后我听见 她家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声 还有柳叔叔的叫骂声 和马阿姨的哭声 最后 随着汽车发动机的轰鸣 柳如烟带着梅记博 拍着跑车离开了 晚些时候 我看见了柳如烟发的朋友圈 此生有你 何其幸灾 这是文案 至于佩普 一共两张 一张是她跟梅记博的合照 一张是她跟梅记博的结婚证 姐夫 我姐疯了 她疯了 柳如雪冲了过来 脸色发青 她跟梅记博领证了是吧 我平平淡淡 是啊 她跟我们大吵一架 抢过户口本就跑了 直接去跟梅记博领证了 完了完了 柳如雪要哭出来了 我当不了她姐夫了 我也预感到后续麻烦大了 两家亲戚一定会炸锅的 到时候我会很偷大 柳如雪 我要去旅游了 你让大家别找我 我没事的 而且我有神六主了 我先走一步 不然会被烦死 当日 趁着亲戚们还没来找我 我收拾一点东西就跑路了 在路上我通知了神六主 让她陪我去旅游 天黑的时候 我们坐在高铁上相试一笑 季博唱 你要去哪里旅游 去好玩的地方 玩够一个月再说 一个月 够躲避风头了吧 神六主一切依我 我俩是走到哪里玩到哪里 吃吃喝喝睡睡 怎么开心怎么来 当然 爱办的事也是一样不能少 比如她脚冷 我就抱在怀里给她捂 捂着捂着她就热了 我也热了 那咋办吗 懂得都懂 旅游结束 我们回到了北京 神六主的父母 后不及待归伯了 她心冲冲跑去迎接 还跟我约定有空聚餐 把我正式介绍给她父母 我自然乐意 随后我给柳如雪打电话 问她这一个月发生了什么 姐夫 你终于回来了 我姐算是废了 每日里浑浑乐乐 都开始酗酒赌博了 柳如雪哀声叹气 不至于吧 这才一个月 她就这样了 梅继伯跟她离婚了 领证第二天就离了 完全是走了个过场 大家都傻眼了 柳如雪自己也很傻眼 我们都以为她土彩 娶我姐吃软饭 结果第二天就自愿离婚 不要一分补偿 我姐心里一直念着你 结了婚也特别厚 当即同意离婚 离了后 梅继伯跟她说了什么事 她就开始浑浑噩噩 整个人的精神都垮了 柳如雪恨铁不成道 这时她那边一阵响动 随即手机被夺走 只听柳如烟的哭嚎声传来 继伯唱是你吗 我知道错了 你回来好不好 你怎么能忘了我呢 你也要攻略我是不是 我抛弃了你 所以你就忘掉了我 我没听懂 啥玩意 梅继伯告诉我 她猜到了 你攻略我失败了 所以失忆了 我该死 我真该死啊 你回来好不好 柳如烟枯的撕心裂肺 我则无动于衷 因为我真的不认识她呀 我已经取审又出了 再见 我把手机关机 再也不见 我的心情还是很好的 也不想回家 索性在街上散散步 路过万达广场的时候 我看见一抹熟悉的身影 她衣着朴素 高高瘦瘦 正热情洋溢激情澎湃的 发着传单 我站在原地看她 看她那笑容满面的脸颊 看她那阳光下瘦弱的身躯 看她那在风中飞舞的一板 我走了过去 她看见我一阵 随即邀约 喝一杯吗 那边有咖啡店 我包里有一瓶红酒 你哪来的红酒 柳如烟家里的 我终究是不干 我那当舔狗的七年 所以顺走了她家一瓶红酒 最贵的 顺得好 走 喝一杯 半年后我跟沈幼楚结婚了 我家也早已搬离了那个小区 柳如烟这半年彻底废了 酗酒烂赌 无无争烟 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垮了 跑端端一个大美人 变成了一个瘾君子 她爸妈气出了病 最后索性不理她了 让她滥下去 我再见到柳如烟 是在圣诞夜的街边 她将跑车踩得轰轰响 车里脚柔躁坐的男魔 哇哇大叫 我远远看着 看着柳如烟哈欠连连的 带着那个男魔下车 还吐了一口烟 她早已没了 清华双子星的高傲撒手 如今只是个烂人 妈的 这么多人 上次来的酒吧在哪呢 柳如烟骂骂咧咧的 四处找酒吧 她旁边的男魔咯咯笑 人家也忘了 到底在哪呢 喝多了都失忆了呢 柳如烟一下子不动了 她扭头盯着男魔 破口大骂 你失忆你妈 不准失忆 不准失忆 男魔被吓坏了 惊恐不安 连连道歉 给我想起来 想起来啊 柳如烟给了男魔一巴掌 男魔赶忙指了指一个方向 我想起来了 在那边在那边 柳如烟满意了 抽着烟往酒吧方向走去 可走着走着突然泪奔 贪坐在地大声哭了起来 男魔想起来了 可她爱的人想不起来 许久后我又遇到了梅记博 她已经不发传单了 因为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 她好歹也是清华了 落魄了七年之后 发传单只是临时赚点钱罢 以她的能力 终归是要出头的 考上公务员后 她就准备离京了 离开前 她特意来找我 我看见她手里 拿着一瓶红酒 我便笑 喝一杯 记博唱先生 我请你喝一杯 不用客气了 又不是第一次喝了 我们把酒言欢 当然 大多数时候都是梅记博在说话 我在听 她很努力 拼了命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 她终于可以敲着二郎腿喝红酒了 这是迟到了七年的红酒了 让我们干杯 全文完